歡迎收看 我們收看 小明星 大廈 番茄之前我們這個 調查顯示 這個 農藥殘留率還是相對比較多的一種素果 好象品質 對 所以另外你在買的時候 要注意這個蒂頭這個位置 對 看看有沒有這種所謂藥斑 藥斑 藥斑 就是一般我們像 像買葡萄也是一樣 我教大家就是說 有時候你看我們這樣噴灑農藥 噴上去以後 它就會慢慢乾燥啊 對 那因為這有蒂頭的地方 通常會累積在這個蒂頭裡面 你說一點點小小的白色的那個 對 就有點像我們洗杯子 讓它自然乾掉 會有一點那種 污漬 污漬 白白的 對對對白白 你會發現如果這個地方很明顯的喔 尤其小番茄也是一樣 我發現有時候 去買那小番茄那個白白的粉 那跟葡萄的果粉不一樣喔 對啊 王老師你剛才講我心裡都在想 不是教我們說買葡萄要有那個白白的粉 那是果粉才會甜 但是那個叫 對那個果粉就很均勻 像上次我們教大家買芒果也是一樣 那很均勻 但是你不可以說 它集中在這裡或集中在這裡 OK 那就不自然了 你去想一個畫面 如果今天我們拿一個噴霧器一噴 均勻的在這裡 它一定會在集中在這裡乾掉對不對 是 那剩下的會不會滴下來 對 那這掉到這裡的時候一乾 它這裡也會有 有有有一點點 水垢白白的那種水垢 那這種一般就是所謂的藥斑 就是可能你有噴的藥 它乾掉以後會殘留在這個地方 是 可以啊 有一些就是太漂亮的一些蔬果 有可能是加了過多的這些肥料在裡面 對 所以其實剛剛王老師講的 除了農藥以外 肥料也很重要 對 像有一個案例 香港有兩個嬰兒 他爸爸就煮那個獻菜粥給他吃 還有一般的蔬菜粥 很正常 對一般小孩子啊 白菜粥啊 對不對 獻菜粥加白布拉蜜 加白布拉蜜不是很好嗎 對 結果兩個嬰兒吃到變成 好恐怖喔 你說藍色小精靈 沒有娃娃沒有說小精靈 小精靈那太恐怖了 怎麼會這樣 變成藍色的娃娃 我們要請問這個教授 為什麼那個吃那個現菜粥 吃那個白菜粥會變成藍色娃娃 這到底是裡面加了什麼肥料在裡面 所以重點在我們吃蔬菜 不要只 那不是 一定要多吃綠色的嗎 綠色的是我們要的顏色其中之一 但是多顏色的蔬菜一起吃會比較安全一點 像這個case實際上是因為小孩子 他年齡小 所以他本身的胃的胃酸其實不夠的 當你吃了很綠色的蔬菜進去的時候 如果這個綠色的蔬菜裡面 含的這個硝酸鹽的量過高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相當高的這個硝酸鹽 有時候因為植物本身的肥料就是硝酸鹽 植物本身自己也會透過我們的土壤 把這個土壤裡面的蛋給吸收進來 它有所謂的固蛋的作用 它也會變成硝酸鹽 所以硝酸鹽一定過多的時候 一定進到身體裡面去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本來來講它如果胃酸夠的時候 它可以把這個硝酸鹽變成所謂的氨 但是呢 如果不能夠把它變成氨的時候 這個時候會造成一個什麼現象呢 那個硝酸鹽本身呢 就會去跟我們的血紅素結合在一起 那這個時候會造成小孩子本身的這個血紅素呢 它沒有辦法攜帶氧氣 那這就變成氧不夠的這種現象 氧不夠的現象就好像說 你這個呼吸不夠啦 對 好像是脖子被掐到啦 掐到的時候氧氣不夠 你整個人就變成 就變青色 對 青色綠色 對 那種現象 那種現象我們叫做 叫做Blue Baby Syndrome 叫做藍陰症 所以 給小孩子吃蔬菜的時候 切記不要完全只吃 綠色 對 好可怕喔 所以我們天天在說 要這個多吃青菜多吃青菜 現在我們就要來看看 是不是我們吃的青菜裡面 就可能有致命的危機 是的 仁豪哥千萬不要太得意 因為呢 我現在手上呢 就是我們的 而且看起來根本就是一模一樣 對 而且現場來賓猜一猜哪一顆 可能被過度施肥了 所以平常Vicky你在買菜 如果買高麗菜的話 你有挑嗎 會 對 比如說我就是覺得這個葉子啊 它有一點暖暖這種 老的感覺 對 我就有點不太會想要挑它 可是這個我也不會挑耶 為什麼 因為這個感覺有洞 這個洞 有洞表示沒有沒有啊 沒有 這個洞不像是那種蟲的洞 它很像是 就是穿過去打東西的那種 對耶 這樣講有一點不自然齁 這個也有耶 選大洞的 這是小洞的 小洞比較像打針 好 所以你會選那個 我還是會選這個啦 這顆 就是表皮看起來就是比較 比較 漂亮 你這也要挑嗎 每個也拿 那個比較貼實耶 這個比較實在耶 這個比較實耶 它大顆但是它空空 這個比較實 這個比較空 你拿哪一個 你拿哪一個 這個是大洞還是小洞 我要辨別一下 小洞 小洞的 其實我剛剛 光重量來講 這個比較重 所以你用重量去挑 你知道為什麼要用重量嗎 為什麼 因為老闆通常都賣一顆30 或一顆50 要挑重的啦 對 不是 主要是因為 除了重 就是感覺重量 其實不是講重量 好像左邊那顆 好像是中間是空的感覺 你放在手上看 就是 對啊 感覺這個中間是空的 你敲的時候也是啊 對 對不對 這比較扎實 所以你是以重量來取勝 沒有 除了重量之外 還有就是 我會第一 我買菜我會看 如果是 最好是有重注 對 可是它那個有啊 可是這個好像不是重注 真的有一點不像重注 這好像不是有點像重注的 對 它太對稱了 夥伴來看的話 它盡量就是 感覺是有扎實感的 比較密的是不是 比較密的 那農家 我承認我挑菜都是憑感覺 就是覺得說哪一顆在呼喚 我想說好吃是它了 那我就 我選這個 你選看起來漂亮的 所以你選的是不一樣 我選的是這個 它選的是那個葉子 看起來就是比較新鮮的 但是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產地是在 是梨山嗎 產地在哪裡 如果是梨山的話 我就會買 高麗菜一定要吃梨山 好好吃 對 其實人好 其實是點到一個重點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都比較喜歡吃高山的 高能的蔬菜 對 在還沒有解答之前 我們來先請問教授 一般喔 高能的蔬菜 高山的蔬菜 一般都認為說 它的農藥比較少 因為那邊的蟲比較少 它的肥料應該比較少 因為那邊雲霧瀏繞 那邊的土地比較黑 好山好水 對 是這樣子嗎 其實也不盡然 其實要看看那個 在耕作的農民 他本身在耕作的情況 如果說它那個土地 是重複不斷地在耕作的時候 那又是一期接一期這樣 那廚長沒有休息的時候 沒有休息的時候 這個時候這個肥料 加的量就會比較大 正好是在大概是24 25號的時候 對 我自己跑到武林農場去 那我下來的時候 我要下來的時候 特別要求那個武林農場的那個廠長 好朋友 幫我準備一大樓的這個高麗菜 帶下來 帶下來之後呢 那高麗菜確實很棒 回家去煮的時候 那個味道確實非常甜 非常鮮明 然後呢 我還特別拿它 來跟我們平地買來的這個菜 跟高麗菜比比看 裡面的硝酸鹽的這個量 確實 確實高山的高麗菜 那個 劉廠長幫我準備的那一樓 那高麗菜裡面的硝酸鹽的這個量 是非常非常滴滴到裡面 因為你是吳教授 他知道你會 他知道你會測試 對啊 他不敢騙你啊 如果真的不是吳教授 如果是我們的話 不過他這個是一大樓的這個高麗菜 那其實來講呢 我覺得 為了這個 我跑那邊跑一趟 我都覺得很划算 但是我們看高麗菜的時候 一般的平地的高麗菜 好像就比較這個往上發展 那這種高麗菜 它比較扁平的發展 是 扁平的這個發展的時候 你要發現 就像剛剛人好講 你拿起來蹭蹭看 其實比較紮實 比較重的時候 它密度比較高的時候 是比較好的 還有那個高麗菜 真的好的高麗菜不是這樣長的 它應該扁平的 然後它是五個角的 以前的 對 五個角 這個其實也 你把這葉子拆開之後 你會發現 它大概會有五個角 因為它有五個葉片 它要繞兩圈 一圈360度 兩圈720度 那除以五的話 它就每一個葉片之間 就是144度 化學教授 對 化學教授對植物也這麼了解 你不只是化學 你已經侵入到其他 其他的領域了 對啊 144度 你這樣 別人就沒飯吃了 你不要挑起我跟這個 生物系的這個 還有這個 大家吃高麗菜的時候 外面這個老的 這個最好把它拉掉 要弄掉 因為這高麗菜本身 這葉在長的時候 它從裡面往外長 對 這最外面的這葉子 通常都是最老的 最老的 了解 好 那我們請王老師 來幫我們解答一下 到底這兩顆高麗菜 哪一顆是比較安全 哪一顆是比較好的 我們這次看 選的這個看起來Size 差不多 都差不多啊 如果你今天挑大小或者重量 當然剛才吳教授 如果你大小差很多 那重量就沒辦法去比 所以當然沒有錯 這兩個差別不大 重量來講這個比較扎實 當然我們設計題目 當然是要給大家多方面來考量 那剛才吳教授其實有提到 你們剛才沒有注意看 這是重量比較重取勝 對 但是這個才只有五星標誌 五星標誌 真的耶 這個沒有五星標誌 好可愛 真的 注意看一下 那當然這個是有蟲咬 這個不是用筷子搓 因為它很不規則的咬進去 剛剛Vicky就是說 這個洞感覺有點不自然 搞不好等一下我們切開 裡面有綠非蟲 所以王老師它這是不自然嗎 這是滿正常 就是它這個鋸齒狀進去 這蟲很大 搞不好裡面有蟲 真的有可能有蟲 真的假的 因為我有看到蟲大便 其實我們都發現 有時候怕 因為這個是這種蟲害滿多的 對 所以一般農藥也滿多 所以一般外面撥開 你看之前社會性 對 餵雞餵鴨會死掉 死掉 所以你看喔 還有一個 如果將對都是農藥安全的話 這一個的話 你注意看它長得非常不規則 對這裡 你看它這個長得不規則 所以它不像這麼平順 你營養沒有那麼均勻 五星都很標準 對 而且這個非常標準 而且這有點 這個所謂的角都有出來 那重當然有時候 化肥 好像你吃太鹹 比較毒有可能 像我們人吃太鹹你會水腫 水腫 水腫就會變重嘛 所以搞不好這個蔬菜也會水腫 是喔 還有這個蒂頭這裡 是 這個蒂頭比較白 這個有點偏綠 對 那偏太綠有時候 剛才提到這個 怕這個硝酸鹽搞不好比較重 是 所以我們拿去請問叫做化驗 搞不好這個硝酸鹽會比較重 是 所以答案是這一個 答案是這一個 好 那請老師我們切看看 國內的蔬果 聽說那個 更嚴重是不是 所以我們最擔心的 就是大家去吃到 比如說大家是 吃火鍋的最後一道的時候呢 加了一個湯 其實來講就是類似 也是 超愛吃的 是